上回咱们说到,大爷梁忠好言安慰童双庆,这可是童双庆万万也没想到的,干嘛来了,拼命来了,大舅子说出这番话来, 哎,童双庆是泪如雨下呀,大哥呀,中尉哥哥,我童双庆恶运来了,我误杀发妻追悔不及了,哥哥呀,小弟死了之后,就请您把我夫妻葬在一处, 我双庆纵死九泉,也感激您的大恩,大德了,说到这儿他一抬腿,蹭了一下,犹打这靴筒里,就把这匕首扒出来了,哎哟,梁忠可吓坏了,往前一扑,妹夫可不行了, 双庆拿着匕首,两只眼睛都红了,对着大爷梁忠就扎来了,梁忠呢,当然得往后一闪, 童双庆右手一回照着自己的耿嗓咽喉, 嘶, 匕首就扎进去了, 三魂渺渺凄破茫茫,童双庆生归纳世, 梁家四杰, 看着妹妹的人头,看着妹夫的尸身, 哎呀, 这哥四个呀, 不知道是应该哭,是应该喊了, 大爷梁忠愣了半天, 妹夫啊, 兄弟们, 没有哥哥我这篇话,双庆死不了, 看来杀我妹夫的,就是我梁忠啊, 刚说到这儿, 外边蹭蹭, 穿进两个人来, 梁忠, 你不念骨肉之情, 害死童双庆, 今天我们哥俩要给双庆报仇, 梁氏哥四个望外观桥, 来的正是追风仙缘米粮, 赶电仙缘米瑞, 这哥俩压单刀, 在院中一仗, 这哥俩怎么先来了, 因为他们哥俩在客厅呢, 在童双庆他们家呢, 可看见童双庆, 端着人头出去了, 米粮说坏了, 出了人命了, 秀蝉死了, 咱们快去, 哥俩撒腿往后跑, 老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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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伤人呢? 二位哥哥您快进来吧, 米粮米瑞赶紧跑到西里街儿, 一看可傻眼了, 这一康的血呀, 康上头是秀蝉无头的尸身, 翻箱倒柜, 康上乱哪, 三爷至圣从头到尾一说, 哥哥, 现在双庆奔四街领了, 请罪去啦, 嗨, 米粮一多酒, 三弟呀, 梁忠他们哥几个性情粗暴, 双庆去了, 这不是白白送死吗? 老二啊, 咱们赶紧奔四街领, 老三, 你在这看着。 说这话, 这哥俩就出了同宅, 直奔四街领, 等到了梁忠的家门前, 正听见里边喊哪, 杀我妹妇, 就是我梁忠啊, 哎呀, 坑死我了, 米粮米锐一听勃然大怒, 来到院中高声喊嚷, 梁忠, 你害死双庆, 我们哥俩给双庆报仇。 梁氏四街, 各抄三街棍, 撑撑撑, 飞身就出来了, 梁忠用归一指, 米粮啊, 你因何来到我家? 米粮, 就把北凤庄的事情说了。 梁忠啊, 你敢害你的妹妇双庆? 呸, 米粮啊, 不听你说孩子罢了, 听你说, 我告诉你, 我妹张一家本来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, 啊? 你们哥上来了? 到了我妹妹妹妇家, 你们就是上门兴啊! 害得我妹妇家破人亡, 此仇此恨, 焉能不报! 哗啷啷一抖三街棍, 罩着米粮, 唰了一下, 就打下来了。 米粮, 手持一口刀, 迎风披柳, 对着梁忠就是一刀。 梁忠右手坐着三街棍当中这这截, 哗啷啷, 抖前边这截, 望成一迎, 呛的一下, 哗啷啷, 米粮这口刀就被打飞了, 落在地上了。 这时候, 梁忠这三街棍, 碰的一下就打在米粮的后腰上, 米大爷呀, 一下就爬地上了。 这时候又打东西翔风, 蹭蹭蹭就跑出二十多个家人, 就用绳子把大爷米粮捆上了。 梁忠用棍一指, 米锐, 过来, 米二爷早就拉出刀来了, 蹦到梁忠面前, 国脑尘头是刷了一下刀下来了, 梁忠吞头一躲, 棍走扫堂, 米二爷卖过棍去, 梁忠要子翻身霸王谢家, 撑郎一声, 好家伙, 米二爷这口斗也脱手而出, 砰的一下, 梁忠飞身一脚, 把二爷米锐就踹趴下了。 家人过来照样捆, 那么说米师弟兄的武艺就这么糟啊, 一合未走背后糟琴, 其实呢, 米师弟兄哥俩本是不错呀, 您想想, 他们从北凤庄跑到四节陵, 几十里路的山道啊, 血都奔心了, 着急人命啊, 所以跑到这儿又看见童双庆死了, 哥俩心疼童双庆啊, 所以血奔心又着急, 跑着一到了, 碰面就输在大爷梁忠的三节棍下, 让人家给捆上了, 梁忠, 让家人把米粮米锐, 绑在大厅前的抱住之上, 然后伸手把童双庆耿嗓上的短刀拔下来, 把血迹擦干净了, 让家人搭好了床板, 把死尸停放, 然后又把秀缠妹妹的人头就放在双庆的旁边, 这个时候梁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哭着就来了, 嚎啕大哭啊, 这轴里四个疼小姑子, 比疼儿女还疼啊, 哎呀, 妹妹尝妹妹短的这种哭, 哭得让人心都碎了, 梁大爷受不了了, 别哭了, 要哭上你们屋哭去, 家有千口主食一人, 梁大爷这么一说呢, 这几儿四个擦擦眼泪, 大奶奶说话了, 得了, 三位妹妹, 咱们回到内宅哭去吧, 带着丫鬟婆婆进内宅了, 梁氏弟兄哥四个上纪, 梁仲就跟三哥弟弟说, 弟弟们啊, 这纯粹是闭门家中做货从天上来, 妹妹一家走此惨祸, 朔本穷园, 这都是河南三劫之过呀, 他们就是罪魁祸首, 来啊, 把米粮米瑞开堂摘心, 给妹妹妹夫寄灵, 这哥仨全落意, 梁钟在院子里站着呢, 看来看家人, 你们谁有胆子过来, 把米粮米瑞开堂摘心呢, 嘿, 大爷, 我来, 梁钟一看呐, 这个人五大三粗, 脱子肉翻的, 赤子肉横的, 四郎的脑袋, 四郎的胳膊, 五股三边的小辫, 在脑袋上盘了个螺圈, 短衣尖小打扮, 一脸的横身肉, 得力的家人, 姓白明来自一趟, 白来一趟, 大爷, 你下手, 吃, 这白来就把大青条石搬过来了, 一口牛耳尖刀, 擦擦擦, 就在这青条石上磨得是正名瓦亮, 放在嘴里一叼, 来, 一盆青水, 旁边家人端过来, 满满的一盆青水, 按说呢, 这开肠摘心哪, 这长型的, 应该嘴里狠一口凉水, 望这人身上一喷, 脸上一喷, 这人机灵一下, 血就包了心了, 那么说, 我瞧见过, 对不起您, 我没瞧见过, 这也是上一辈说书人往下传的, 可是这位白来一趟啊, 特别愣, 他拿着这盆青水, 呱, 尤打米大爷头上往下一浇, 好, 凉水浇头, 然后把盆往旁边一扔, 一伸手, 尤打嘴这儿就把牛耳尖刀给举起来了, 用手一执米粮, 嘿嘿, 阎王造定三更死, 谁敢留人到五更啊, 啊, 他左手一揪米粮的钱铃, 咔, 就把义生给撕了, 钱胸脯就露出来了, 米大爷到此时, 面不耕色, 歪头跟兄弟说, 老二啊, 哥哥我可先走了, 白来一举这牛耳尖刀, 罩着朱大爷的胸前就炸, 就听见, 啪嚓, 苍朗朗, 哎呀, 扑通一声, 死尸塞倒了, 嗯, 看着意思死的不是大爷米粮啊, 大爷米粮绑在明柱上呢, 即便是死了, 他也不能躺在地上啊, 感情啊, 是白来一趟, 这回可真白来一趟了, 鹅脚被砸开了, 鲜血流出来了, 尸身栽倒栽地, 牛耳尖刀早就撒手了, 有人看见了, 就在西房上, 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侠客, 发腕银丝, 燃锤欲线, 按刀瓣站在房的前沿, 老当一状, 正是银面仙缘, 铁壁昆仑, 老侠石金生。 石金生怎么来了? 因为河南三劫走了之后, 石老侠五内俱焚啊, 坐不住躺不住, 吃吃不下去, 水也喝不下去, 好几回要走, 都让大爷方柏林给拦住了, 石老侠是真急了, 跟方柏林散锋说, 二位兄弟啊, 你们不让我走, 好, 那么我到北凤庄同双庆的家去看看行不行啊? 散锋一想, 石老哥哥, 您要去双庆他们家, 还行, 您可不许找贵宾去, 哎呦, 哥哥我说到哪儿, 做到哪儿, 你们就放心吧, 那您就去吧。 石老侠这才奔了北凤庄来到佟双庆的家, 一看, 门开着呢, 望里一走客厅也没人, 嘿, 石老侠心说坏了, 双庆啊, 双庆在家呢吗? 双庆, 那一宅有人搭茬了, 石老兄啊, 您到那宅来看看, 嗯? 石金生心说, 你是一个大呗, 怎么上兄弟媳妇屋中去了? 石老侠迈步腾腾腾往后走, 智盛就在屋的外屋叫, 老哥哥您快进来, 智盛一条连, 石老侠进来了, 然后智盛一条李家的门帘, 哥哥您瞧, 哎哟, 可把石金生吓坏了, 兄弟啊, 这是怎么回事啊? 三爷智盛就把情况说了, 啊, 他们哥俩去了, 老哥哥, 我两个哥哥追上前去, 看来双庆是凶多吉少啊, 老三哪, 不但双庆危险, 你两个哥哥也危险啊, 我马上到四节岭, 石老侠出了村口, 一看四下无人, 他身心走矮是, 啪啪啪啪走得得快呀, 来到了西村口, 老侠越墙而入, 然后飞身形上了西房, 趴在中脊上, 往堂窝这么一看, 哎呀, 老侠看见秀缠的人头, 双庆的尸身, 在明柱上绑着米粮米锐, 就在这时候白来, 手拿牛耳尖刀, 要杀这米粮, 开堂摘心哪, 老侠一伸手, 抠下房上三块瓦的, 还带着很厚的灰皮呢, 啪一做腕子一抖手, 就照着白来的鹅脚打来了, 啪啪, 腕都桃花开, 白来当时生死, 花的一下就乱了, 这位真白来一趟了, 梁钟手持三接棍抬头观瞧, 什么人到我家中脚了, 啊, 梁钟在此, 你赶下来吗, 老侠施金声飘然而下, 落在地上, 一点声音都没有, 老夫施金声来也, 梁钟啊, 你连老夫都不认识了吗, 哎呦, 原来是施老伯父, 您跟我师父师兄有了愁戏, 怎么又来到我家中杀人呢? 我告诉你, 梁钟啊, 米粮米瑞他们弟兄, 跟金凤山是两代深交了, 啊, 为了给我两造说和, 才到了北凤庄, 童双庆误杀发妻, 跟米粮弟兄有什么关系啊, 啊, 他们是安善良民, 你们在家中随意杀人, 国法难容, 还不把他们弟兄二人放下来吗? 梁十四节, 大爷梁钟可是忠厚老实人哪, 石老伯父这么一问, 梁钟不敢还言了, 老四烈火熊梁猛这么一听, 嘿, 一斗手中三结棍, 老二十多, 你削了我师兄的左耳, 此仇必报, 还敢在我弟兄面前说三道四吗? 啊, 今天四爷要逗逗你, 哗啦啦, 三结棍插花盖顶, 就奔着老侠打来了, 石老侠鼻孔中一出气, 哼, 黄寇如此, 也敢逞狂吗? 老侠客工作部右手掌, 轻疏远背, 一穿对面的三结棍, 右掌望辖这么一按, 这四爷梁猛啊, 赶紧望回抽这三结棍, 老侠望前一抢不易, 跟身乌龙探找, 啪, 就照着四爷胸前一拍, 好家伙, 这四爷真听话, 腾腾腾望后倒退了几步, 扑通一声, 来个大的一会堆, 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, 三爷梁勇一看, 单手一摇三结棍, 石金生, 你上我四弟, 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三爷的厉害, 哗朗朗, 这三结棍, 担奉朝阳, 就奔着老侠太阳穴打了, 石金生工作部吞头一躲, 回身捉莽, 伸手就裸住了梁勇的三结棍, 左手试水推中, 砰, 就打在梁勇的前胸了, 这梁勇也趴下了, 老二梁肖气坏了, 手中三结棍双腰风火轮, 喰, 哗朗朗, 双风灌耳, 照着老侠石金生就打, 石金生手托银然, 望下一左腰, 右手一拍梁啸的怀着骨, 啪, 哭通一声, 梁小一跟头, 梁勇一看, 咯仨全趴下来, 把手中三结棍一拦, 对着石金生拦腰就打, 石金生左腿一抬, 左手一揪自己大山的底摆, 张飞大片马, 右脚扎根, 左脚望里一合, 砰, 这一脚就把梁勇揣了一根头, 梁勇脸红了, 老伯父, 直难认输, 您说怎么办吧, 老侠石金生一招一个, 一招一个, 连胜梁十四结, 嘿嘿, 就用巴掌, 连冰刃都没亮, 常言说得好, 人敬人鸟太林啊, 梁总挺讲礼貌, 有道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, 所以老侠石金生就要说话了, 就在这时候, 听见门外头有人高声含嚷, 是老侠, 咱们是仇敌了啊, 我来偷径偷径, 里头五页, 撑, 窜进一位来, 老侠石金生, 手脸映然重目观瞧, 嘿, 这大个儿, 身高足够一丈, 绑阔三挺, 前胸宽背绑后, 肚大腰远, 身上穿着蓝粗布的裤裙, 两只踢死牛的豆包鞋, 一条粗辫子围在脖子上, 看这人的面貌, 黑灿灿一张大脸, 两道眉毛拧着望上打卷, 一对铜龄眼, 大蒜头鼻子, 鼻须长出来就好像一座蒜毛子, 大火喷口, 一嘴的獠牙, 青活的蚕, 配着一口刀, 这人是谁啊, 这人正是大河省会宾的二徒弟, 赖皮像渝中, 别人都认为啊, 他长了一身赖皮, 刀枪不入, 能够胜过金钟罩铁布衫, 其实呢, 他身上长得不是赖皮, 渝中啊, 是个野人, 从小没爹没妈, 爹妈都死了, 他呢, 就生长在东北的大森林里, 跟着野兽一块儿长大的, 吃的是松子儿, 吃的是蘑菇, 他也不懂得穿衣服, 三九天冷啊, 他就钻到山洞里忍着, 他不怕狼虫虎豹, 那身上老布洗他痒痒啊, 他就在松树上蹭, 蹭了一身的松树镰子, 他老怎么蹭老怎么蹭, 滚上一身的小石头子儿, 就长了一身石甲, 就成了赖皮了, 渝中来了, 渝中有斗一斗石老侠, 下回再说。